人的一生啊 无论我们追求什么 我们终究希望是要感到幸福 那联合国呢 将每年的3月20号定为是国际幸福日 希望借此推动更公平 更包容的政策 增进全球人类的幸福感 而配合2024年国际幸福日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 最新排名是刚刚出炉了 芬兰连续第七年蝉联榜首 夺下了全球最幸福国度的这个殊荣 至于丹麦 冰岛和瑞典则依序排在第二到第四名 占据前四位的清一色都是北欧国家 那如果我们比较东南亚国家的排名 我们的邻国新加坡的成绩是最亮眼的 排在第30位 马来西亚则是排在第59位 排在菲律宾以及越南还有泰国之后 据报告当中垫底的最后两名分别是 黎巴嫩还有阿富汗 整体来说这项排名不只是根据个人对生活满意度的自我评估 还包括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社会的支持度 健康预期寿命 自由度以及贪腐程度等等的因素一起综合考量的 当年分家的时候 星马估计是平起平坐 现在一个第一一个59 差了50多你说真的是 无论如何有学者就分析说 芬兰之所以连续七年稳坐 最幸福国度冠军宝座 主要和当地的自然环境 教育程度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等等息息相关 然而芬兰人自己本身似乎对这个排名是有意见的 有一名在芬兰居住多年的记者卡丽娜 她就向英国的《每日邮报》爆料 她说其实大部分的芬兰人也很纳闷也很怀疑 为什么说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呢 甚至他们认为最幸福国度的这个殊荣 根本是言过其实了 那为什么芬兰人会有这样的落差感呢 这名记者就尝试以不同的层面和角度 去说出当地人的心声 他先是自我调侃地说 那虽然芬兰的教育系统在全球是拥有很棒的声誉 但根据最新的国际学省能力评比结果显示 芬兰年轻一代的教育水准正在慢慢地崩溃 国家的经济表现也大不如前了 尤其是过去三个月内 芬兰已经发生了两场大罢工 政府部门也饱受影响 而政府和工会的谈判 直到现在都没有取得双方满意的结果 除了经济和教育领域不如人意 当地民众的心理健康也亮起了红灯 报道说芬兰人普遍有酗酒服用抗抑郁药物的情况 自杀率更曾经在全球名列前茅 虽然现在自杀人数已经减半 但是仍然高于欧盟设下的平均值 每年的冬季 芬兰人都被迫在恶劣的天气和溶雪的泥泥中 打滑挣扎 来迎接他们听到所谓的幸福国度的每一天 也难怪这名芬兰记者会认为 所谓的世界幸福报告 只是一项言过其实的指标 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当地的实际情况